每年的什么时候进行重检 这是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 金蛋纸在开春 气温回暖到15度以上 便开始萌芽 此时的盆树通过几个月的休眠 营养积蓄很足 同时根系开始活跃 水分开始上走 此时的金蛋纸萌发能力极强 为重检说之的最佳时机 现在10至5月 刚刚进入梅雨季节 上半年还可进行一波重检操作 如果不得已 非得再酷暑时间重检 重检以后一定要遮阴和风口 否则退枝缩枝会很厉害 还有就是秋季的小阳春 可以进行重检 此时重检后 有一个月左右的气温 非常适合出芽 冬季气温低 植物进入休眠 再加上空气干燥 重检后容易缩枝 因此冬季重检 一定要在末端留有少许枝叶才行 记住春秋重检好时机 冬夏重检做细节 记住要点不遗憾 请跟汉牛点个赞 谢谢 我是汉牛 感谢关注 咱们明天见